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放否认出演生命术 以官方认证渠道为准 近日 赵丽颖工作室的小号二球大号发布微博 称网传赵丽颖即将出演生命术的消息是假的 生命术是郑武阳光纪山海情后 又一部以青藏高原为主题的扶贫剧 该剧由高满堂担当剧本策划 王三毛负责剧本 李雪指导 主创团队实力强大 此前 童瑶 赵丽颖和杨子等几位当红女演员 都曾被曝将出演该剧 因此该剧为郭仙火 2024年3月11日 郑武阳光协该剧亮相 第28届香港国际影视 2024年5月27日 郑武阳光影业发文回应表示 生命术项目均在前期筹备阶段 一切项目信息 请以官方认证渠道为准 请勿轻信其他网传消息 此前 有营销号爆料赵丽颖将出演 生命术且称定的差不多了 27日官方发文 称网传的悬角消息都是假的 这一消息的发布 无疑给广大赵丽颖的粉丝 和关注该剧的观众 泼了一盆冷水 然而 这样的反转也让人 不禁对娱乐圈的八卦新闻 产生了一丝疑虑 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 各种消息层出不穷 真假难辨 对于娱乐圈来说 更是如此 不少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 往往会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 来夺取关注 然而 这样的行为不仅误导了观众 也损害了相关艺人的声誉 赵丽颖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期待 因此 有关她的任何消息都会引发广泛关注 然而 这也让她成为了不少营销号的炒作对象 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 赵丽颖和她的团队也多次表示过不满和无奈 对于生命术这部剧来说 悬角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官方发布的声明虽然否定了网传的悬角消息 但也让人对这部剧的期待更加高涨 毕竟 一个优秀的剧本配上合适的演员 才能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当然 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这些消息 在娱乐圈这个特殊的领域里 有时候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被外界的谣言所左右 相信官方和艺人的正式声明 总之 赵丽颖是否出演生命术还是一个未知术 我们期待官方的后续消息 同时也希望娱乐圈能够少一些炒作和谣言 多一些真实和真诚 2.赵丽颖花期超长待机 网友 这美颜我给满分 薛珊珊的圆脸时代 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始于青春剧 她扮演的薛珊珊一角让人惊艳 那部剧中 她脸型圆润如波壳鸡蛋 光滑饱满 五官柔和无棱角 散发温暖亲切之感 笑起来时 明亮的双眼照亮盈平 令人想捏捏她胶原蛋白满满的脸颊 当年的网友纷纷热议 谈目语评论如潮 这女孩真是蒙翻了 圆脸蒙太十足 好想眠眠 更有粉丝感慨 薛珊珊的圆脸仿佛让我回到了青涩岁月 像极了我的初恋 赵丽颖的少女时期 正是凭借这张可爱圆脸和明亮眼眸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肩下巴女神的蜕变 时光匆匆 赵丽颖已迈过三十的门槛 令人惊叹的是 岁月似乎未在她的容颜上留下痕迹 反而增添了几分魅力 如今 她的脸庞轮廓愈发分明 肩下巴尤为引人注目 肌肤白皙光泽 宛若水润 双眼明亮如初 更添几分从容与自信 众多网友热议道 赵丽颖真实越长越年轻 颜值直线上升 亦有人赞叹 看来女神私下努力不少 肩下巴和肌肤状况真令人羡慕 不过 也有网友幽默地打趣 赵丽颖这肩下巴是不是修图师的杰作 哈哈 但依旧是我的最爱 网友们对赵丽颖的演技大家赞赏 有人评价 赵丽颖的演技堪称一流 她的角色总能深深吸引我 还有人称赞 赵丽颖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也堪称实力派 更有网友幽默地说 赵丽颖的演技太棒 让我完全忘记了她是个美女 野心勃勃的眼神背后 有人认为赵丽颖的眼神透露着强烈的进取心 观其近年佳作与表现 她似在持续自我挑战 力求创新 这份锐意进取的眼神 实则源于她对演艺事业的深沉热爱与不懈追求 网友们对赵丽颖的进取心议论颇多 有人认为赵丽颖有进取心是积极的 这能推动她持续成长 亦有人赞赏 我欣赏赵丽颖这样有进取心的女性 她展现了女性的强大 但也有网友幽默地说 赵丽颖的进取心快爆棚了 悠着点 别累坏了 从容应对千番过境 自少女时代的圆润脸庞 至现金的精致下巴 赵丽颖的每一步都显得稳健而自信 她凭借不懈努力与出色实力证明 女性的魅力不仅在于美貌 更在于内在的才华与实力 方能赢得观众的深深喜爱 赵丽颖的从容自信赢得了网友们的广泛认可 有人赞叹 赵丽颖愈发从容 无论是镜头前还是生活中都显得游刃有余 亦有人感叹 看到赵丽颖的自信从容 我也备受鼓舞 决心追求更好的自己 当然 也不乏幽默之声 赵丽颖的从容 是不是因为脸太小 连烦恼都装不下 网友争议 赵丽颖的花期到底有多长 赵丽颖的颜值与演技始终是网友热议焦点 有人赞她美貌历久迷心 自少女时期变光彩照人 然亦有人忧虑岁月僵世 其花期渐进尾声 然赵丽颖凭实力与拼搏证明 女子之价值非至于容颜与年岁 才华与心态方位真谛 关于赵丽颖的演艺生涯 能持续多久 你有何看法 请留言分享给我们 让我们一同探讨这个引人深思的话题 期待你的精彩观点